七月年黎克松訪華造假的故事幾乎皆與互曉 其總指揮就是周恩來 日今四十年造假說方之風編及中國 愈演愈烈 以無藥可謝 1972年2月 黎克松訪華七日 中共精心安排各種假象欺騙來客 49年後中共好大起功 網上一步登天 實現共產人間天堂 結果將國家弄得越來越窮 大躍進成了大機幫 如何收場 向天下交代 說謊就是一大八寶 從政治到經濟 從軍事到外交 反正一言堂一手遮天 1972年 中美解凍內華外國記者外斌 顯然增加 要求採訪中國人民的真實生活 醜婦終要見公婆 怎麼辦 還是老辦法造假胡弄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 黎克松訪華 從上海進出國境 參加這次接待的 國女翻譯羅惠國 最近寫了回憶文章 她見證說 整個上海如臨大敵 對特殊人員採取隔離措施 精神病患者全部管控 對黑五類採取農女學習班 實為看管起立 2月27日 黎克松在戶準備簽署 中美上海公報 下午一些美方記者 要遊覽黃埔公園 示人氣溫靈度 公園沒什麼人 中方還是清場 再安排十幾對男女青年 坐在指定的牆椅上 似乎在談戀愛 一些人冷得實在吃不消 母子暗得嚴嚴實實 美方記者很快看出破綻 他們真的在談戀愛嗎 為什麼沒有其他人 羅惠國說 我無言以對 只好聳聳肩膀 一笑了之 美方記者再參觀賽事場 亦事先清場再組織顧客 購買雞鴨魚肉 美國記者一離開 菜場人員就將顧客所購之物 通通收回 並收走攤上的雞鴨魚肉 現在想起來真可笑 趁黎克松訪說 美國著名製片人 路西傑文芝 申請採訪北京 拍攝紀錄片《故宮》 其中一節 為故宮周圍住戶的生活 蓋片 捧美國電視最高獎 艾美獎 如何滿足美國朋友的要求 得找一位合適的北京一家人 國務院辦公廳 將這項特殊政治任務 交給北京市外辦 經過幾個月的再三恩選 找到了清華再獨生劉志軍一家 外交部不放心 領導親自登門考驚 看了劉家三代 並向派出所居委會深入了解 認為萬無一身才敲定這一家 同時制定了結為細緻的應答詞 對外賓可能提到的各種問題 一一避下標準答案 印發國家人手一份 居委會組織居民學習 背得滾瓜爛熟才准回家 規定外賓問及 文化大革命 遂應對 好有必要 問到五七幹校上山下鄉 對以大有好處 好受鍛鍊 問到工資收入 家庭生活 要答 教育 生活好好 不能夠說出具體身額 因為外國人拆精靈 根據身額可以推算出 國民生產總值 進而拆算出 軍工生產和國防實力 小數字連接國家大機密 所有問題中 只有一項提問 可以如實回答 家裡有多好人 就這個可以如實回答 也惹來一張笑話 一位外賓向一位老頭拉家上 家裡有多好人 老頭心怕答錯 擔不起責任 一緊張 就好像在居委會考試一樣 慌忙回答 可如實回答 外賓一頭無水 莫名其妙 幾位當年過來人十分懊老 未能留下那一張標準答案 當時 恭敬接客 過後隨手一英 沒想到 這是珍貴的第一史料 拍攝一開始 露西劍文芝 十分困惑 全家人不管男女老少 衣服父子為何都是黑男灰衣色 鞋也是 男的都是軍綠色球鞋 女的都是 方口扁口黑布鞋 三代站在一起就好像部隊一樣 老外不明白中國女孩 就算有鮮艷衣服 也只能穿在裡面 露出來就是資產階級思想 誰敢穿出色彩來 為調製出一些色彩 劉家大妹只好向一位 剛結婚的新娘者 借紅衣服 二妹則借倫家 暗紫色格仔上衣 故宮中有一組鏡頭 表現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 還左周知 那一陣市場短缺 肉蛋如禽 肥造火柴 針頭線路 一律憑票供應 那年中秋 廣安門菜市場 突然擺上各種新鮮菜 應有盡有 買肉居然不用用票 藏開供應 只要排隊便能買到 劉志軍父親 單位為讓她家在外賓表現出 中國人民的自豪 特地補了100元 劉母壓著相當自己 三個月增金的錢 樂之之地排在賣菜行列中 當時全國保經戶 經戶居民生活水準 比外省高出一大截 但這樣的廠開供應 和琳朗滿目 還是頭一次 為向外賓顯示一片繁榮 北京市府 拼足全力佈置窗口 規定凡是外賓所到之處 所有商品免票供應 不過可賣可購 不可以帶走 外賓走後 將貨物全部退回櫃桌 有間部門表揚一位賣肉師傅水準很高 顧客拿出肉票要買二兩豬肉 賣肉師傅見外賓在旁邊 一刀切落兩斤 免票遞給顧客 讓外賓目睹中國人民生活水準之高 有人趁此大好機會 買了好幾箱 不要工業券的黎龍蜜 剛走到門口就被攔住 不僅退回黎龍蜜 還通知其單位 混水摸魚捱了注分 那是一個非殺方不可的年代 個人不但習慣說方 而且形成下意識 有一跳樓自殺者 已留之時 說了最後一句方話 我夢見有特務追我我就跳了 為了死後 不被無謂罪自殺 或者自絕於人民 有造假者就會有信假者 芝加哥大學史學教授 台灣中研院院士 何炳帝教授 當年回大陸訪鄉 發表了一系列信假文章 海內外影響極大 2003年 他在回憶錄 讀史月世六十年中 對警會相信造假宣傳 正式示悔 2011年6月 一群等於北影門口的群眾演員 被抓到精地現場 換上保安服裝 這一回不是演戲 是真的僱主之一 為豐台區長新店鎮政府 因為被精地的張各村民 不配合阻撂地鐵施工 真政府與施工方共同僱傭臨時保安 驅散村民 每天黑串費六十元 名義上的國家主人 事實上的群眾演員 一位記者歷時半個月調查 揭發武漢理工大學 近十年通過廊房碩士班 向百多名無資格入學者 授予了碩士學位 其中有人觀置主級 甚至聽級 這些假碩士 拿著假本科畢業證書 學位證書 報考在職研究生 然後再以假的 碩士學位外語全國統口合格證 碩士學位 學科綜合水準統口合格證 四證合一 順利通過教育部層層複查 獲得完全真實的碩士學位 2013年1月20日 寶街市領導衛問高薪區環衛工人 每人發紅包300元 衛問結束 領導離去 紅包被收回 說是此前已經發300元衛問金 不能重新再發 紅包竟然成為問道具 2012年10月21日 溫家寶考察 南寧華村菜市場和南城百貨 市場上勤菜8毫一斤 白菜6毫一斤 溫家寶問一位青年 你為什麼買這麼多菜? 青年頭也不會在這裡選菜 今天菜價很便宜 我多買些 溫家寶很開心 小同志 今天買太多吃不完 青年依然埋頭選菜 不行 明天溫家寶就不來了 這一幕幕國家造假 以維護國家形象的名義 讓人民說風 支付巨大道德代價 任有千條萬條理由 這是能夠突破的底線嗎? 不在乎 我們來買太多吃不完 好帶多吃不完 辣職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14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资讯的权利